民進黨在去年的公投的時候 他表達的是不同意公投綁大選 但是呢 現在今年的這個年底的公民復決 看起來他們是期待 尤其是像尤其坤院長就已經講了 他就說期待能夠跟年底的選舉綁在一起 那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去年的表達的立場 跟現在表達的立場 似乎是有一點不同 甚至有很多官員說 因為只有一個公投 所以呢不會影響選務等等 但是過去你們在修公投法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說只有一個公投就可以合併啊 所以這會變成一種雙標 民主國家基本上是綁在一起啦 那上一次民進黨他反對的理由的 其中就是因為上一次九合一選舉 那次序大亂嘛 那次序大亂是你行政的 是無能的部分 你不能把你就這樣 剝奪我們的公投權 他其實是技術上來剝奪我們公投權 否決我們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認為說 因為投人跟投士是不一樣啦 是沒有錯啊 投人跟投士是不一樣啊 但是呢這兩個掛在一起 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小客車跟大客車跟大貨車的那個 呃是是執照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他有一些還是基本的交通規則對不對 你知道他是鬼扯嗎 民進黨如果一直只操作18歲公民權 年輕人要自主 年輕人要加油 可是年輕人看到的卻是 他們現在的生活不如意 他們即將18歲要出社會 在疫情之下呢他們的經濟他們的生活打工都不順 那你一直操作年輕人下去你會不會反省 年輕人如果一旦覺醒了 那可能他操作的這個公民投票權不會很成功 所有人都有選舉的考量 所有人都有選舉的考量 但是你那個選舉考量合理不合理而已 民進黨他基本上脫鉤 已經就是透過技術上來剝奪我們的直接民權 那這一次忽然就是為了他的就是要討好 就是變成他當好人嘛 要討好年輕人的時候 又變成他要掛在一起 那完全沒有道理啊 因為遊戲規則就是你在玩 惹上年輕人這個是一個議題設定 那提醒年輕人又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國民黨現在賭上自己 要在公民 18歲公民權裡面去硬增上這一塊 那民進黨又何嘗不順水推舟 如果你順水推舟讓國民黨坐實了 他18歲公民權只是為了要 前居後宮 那就可以讓國民黨在議題操作沒有之前 就已經先給他一個標誌化了 支持18歲公民權的 其實過去都是反對比支持還多一點點 就他某種程度是五五波 但是呢反對的比支持通常會多一些 所以在這一塊我們特別要提醒所有的超越政黨 如果真心要推動這個18歲公民權 那不管是合併也好 分開也好不管怎麼樣的投票 重點是各位要拿出誠意 真心要去動員群眾讓他出來過關 而不要只是嘴巴提 然後最後呢就交給說 反正公民投票公民負責 最後呢如果沒有過關 一切又歸零重來 那對民眾來講又是一個所謂的 政治成本的浪費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